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秘密关 除了生图,合照也是明星颜值的赵妖景 不少乍看之下自容出众的明星在合照里却原型毕露 这都是被更为出众的明星对比所致 而凭借山河另走红的龚俊逐渐活跃在主流影视圈 来看一下它和圈内有人的合影 真实颜值是否经得住对比 龚俊和同双好友戴景耀的合影 龚俊曾在微博多次为戴景耀打扣 两人关系相当不错 而据传戴景耀在大学时期既是斑草又是校草 身高也是瘾巴六 看他和龚俊的身影谁的颜值更胜一筹呢 龚俊出奇巴刹时尚之夜时和曾顺熙坐在一起 两人同样是颜值出条身险高大的小鲜肉 想来应该有不少话题 照片中龚俊还往曾顺熙的酒杯里倒酒 看上去很是和谐这两位你更屁个谁呢 龚俊在早年曾靠盛世一聚小伙的一把 当时合作的男主徐峰也是大帅哥一枚 徐峰身高一米九二 模特出身的他五官深邃立体感强 和龚俊站在一起各有特色 你觉得谁赢了 还有一位就是和当红主播李佳琪的合影 李佳琪虽是主播但俨然已算是半个圈内人 他长相清秀曾被指和龚俊有些许壮脸 当然在直播当中合体 你觉得俊俊是否赢了呢 都说比比才知道龚俊虽然乍看这下惊艳 但是却被指不够耐看 当他和这些圈内有人合影 你觉得他被比下去了吗 山河令爆红后张哲瀚被称之为金城白富美 他在区内好友众多 人缘相当了得 相较张哲瀚龚俊则被冠以 青崖山小土狗的称号 但其实龚俊在区内已有不少好友 有一位更是和他相识近十年 两人关系肥浅 此人就是演员戴景耀 他和龚俊是大学同班同学 两人都曾就读于东华大学表演戏 关系非常要好 网上随处可见两人出游合影的照片 据悉当年的戴景耀在学校既是班草又是校草 时常参加各大活动比赛 而龚俊则化身他的小迷地 在微博为他各种打扣宣传 戴景耀和多才多艺 在校园时已经是风靡全校的大帅哥 他和龚俊一样身高1米86 颜值也是不相上下 但出道多年为何却迟迟不红 他以2015年参加真人秀乳圈如今已经是踏入娱乐圈的第六个年头 出演过电视剧也参加过综艺 但不仅没能走红甚至还未混个脸熟 对此网友表示红与不红完全是一门玄学 除了要有好的机会天时地利也很重要 龚俊的走红便是吃了单改剧的红利 但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且虽然都是大帅哥观众员也很重要 在不少粉丝心中龚俊颜值完全不出细日的校草 你觉得戴景要迟迟不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